为了梦中的格兰书 格兰书 欧凯合唱团以阿卡贝拉演唱台湾名歌 与流行歌曲 让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不仅如此 还有英文歌曲配上爵士风格 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我们唱了很多原住民的歌曲 但是它不单单只是传统原住民的曲风 其实我们结合了Jazz 然后就是有不一样的唱法 然后我们也会唱成POP 然后我们也唱了很多流行歌曲 英文歌曲Jazz的歌曲 其实我们的风格就是其实蛮多元的 主要是原名加爵士风格 另外还有阿米斯卡跟乐团敲打着竹钟和木琴 在结合阿美族歌曲 让观众看见听见台湾原住民族的音乐特色 这是在英国所举办的爱丁堡一岁节 台湾首度争选出五个艺术表演团队 以台湾季为主题展演 要用音乐来交流 有这个机会来展演交流 这是何等不容易 看看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里 再把不一样的音乐元素 再做更好的组合 甚至把更多的音乐的氛围 祝福的氛围带到这边来 让音乐来彼此做疗效 阿米斯卡跟乐团在这一次演出中 也准备了英文歌曲 让台下观众产生共鸣 一起打着节拍唱歌 让现场的民众享受其中 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会前往爱丁堡 参与或是观赏为期三周的 有各国歌剧 歌曲 戏剧和舞蹈表演 今年的一岁节 已经在八月底正式落幕 这次除了欧凯歌唱团 嘎根乐团 还有蒂摩尔古星舞奇 阮鹅山剧场等原住民族团体 透过国际舞台展现原住民族多元的音乐文化 接着我们在乌溜整理报道